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宣称 美军未来数年内将在关岛部署小规模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滨海作战团 以对抗来自中国的攻击并保护日本菲律宾等盟友 据报道滨海作战团设立的目的是提供远程探测和活力打击 使用机动导弹打击对手的舰支 同时向偏远岛屿部署小规模的海军陆战队 美军去年11月在冲绳组建了第二支滨海作战团 负责保护从日本到菲律宾再到夏威夷的战略通信线路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挑起和激化矛盾 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严刑 美方应当把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的表态落到实处 不要以牺牲他国战略安全利益和亚太人民扶持为代价 谋求私利 事实上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给予厚望的滨海作战团 是其战略转型的直接产物 美军认为未来海军陆战队需要抛弃笨重的陆地作战模式 并改革传统的两栖作战模式 以适应西太平洋的新军事格局 为此美国海军陆战队不惜全面淘汰主战坦克等传统重型地面作战装备 将陆战团改变为滨海作战团 实现以陆至海的作战目标 从而成为满足大国竞争对抗需求 以及在复杂作战环境下执行多种任务的重要力量 具体而言 美国海军陆战队首先将组建三个试验性质的滨海作战团 他们理论上无需其他支援即可在离岛长期支撑和独立运作 具备快速部署和独立的离岛运输作战侦察能力 以及较强的离岛防卫能力 其主要装备是安装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上的海军打击导弹 实施海上拒止与海上控制作战 滨海防空力量则配备对空监视的地面防空雷达 以及执行侦察和打击任务的MQ-9死神无人机等 此外滨海作战团还配备美国海军新研制的轻型两极登陆舰 旨在填补大型多用途两极战舰与小型短程登陆舰之间的能力空白 以确保其能够在岛屿之间快速机动 根据美军的构想 如果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 这三个滨海作战团可从驻地迅速前出 沿岛链动态分布式部署 构筑多层远征前进基地 为两栖登陆舰实施前沿海域控制作战 奠定基础 最终完成对关键海峡的风控 华盛顿邮报声称 滨海作战团的主要任务不是执行传统的两栖攻击 而是在第一岛链等中国远程火力覆盖范围内的偏远岛屿 实施快速部署收集情报以及使用反舰导弹 击沉舰艇 从而牵制解放军 并为美国海空军主力提供火力引导 然而滨海作战团的概念从提出时就遭到了各些质疑 在当前五角大楼承认第一岛链面临解放军火力压制的情况下 美国主力正在逐步收缩到数千公里外的第二岛链 甚至更远的夏威夷 少量的滨海作战团分散在偏远的岛屿之间 使后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和平时期能补给 并不意味着在实战中也能顺利补给 尤其是在现代化的侦察体系面前 滨海作战团很难在小岛上掩饰其踪迹 从而失去了最重要的隐蔽性 同时滨海作战团配套的装备也存在重重麻烦 例如其部署所必须的新型两栖灯物件 到目前都还没有完成设计定型 未来的采购数量和部署时间 还需要国会层层审查 就连美媒都承认其前途难料 更重要的是滨海作战团计划部署在太平洋岛屿 属于美国的地区伙伴 他们是否允许美军在其岛屿上作战 目前依然没有答案 好了 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